基本上,第一個我們已經把它做完了,建立名稱 第二個就是業績 去找一下那個配股數量表 然後應該配多少股票就是由他的業績去決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叫楊小環,他的業績是1450萬 所以你在配股數量表可以看到 1450萬 到2000萬,所以他應該配3000 把35000股 所以你可以講 假設以前的做法,直接就輸入35000 把35000 那下一個的話,890萬,那你再切過來 890,也是這個 那在這裡 2萬 那當然如果你要快一點的做法 一定要用到一個方法,就是所謂的V路函數 前面我們有用到過 那使用的方法 特別注意 這邊是1400萬 這邊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必須 把它再除以萬,所以 第一個當然我們如果用V路函數來做的話 查入函數 找到那個 檢視與參照的最下面一個 V路函數 再來要查什麼 查他的業績 他的業績 再除以萬,因為以萬有為單位 TableRate 其實就是配股數量表 所以F3 找到這個所謂的配股數量表 我們找到配股數量表 在這裡,然後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你要需要把什麼東西帶過來 因為我需要的是在配股數量表 其實你點一下配股數量表 它會自動切到配股數量表 那因為我比對的話,一定是A欄 一定是第一欄 OK 然後其實第二欄是做什麼用 其實第二欄是裝飾用的 它沒有任何作用 它只是讓你知道說 它的範圍在哪裡 那要抓回來是抓第三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這邊需要多少 輸入多少 輸入3 那比對方式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這邊1450 可是配股數量表裡面有沒有1450 沒有嘛 所以這個地方你不能輸入0 0的話是一定要找接近的 找接近的 所以你要輸入1啦 它會自動幫你找 什麼呢 1400萬 裡面比較接近的 所以找到最接近的 1450 萬 就是找到這個 它就幫你把這個帶過來 OK 那但是特別注意喔 找接近的裡面喔 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不大於喔 它不會超過它 所以它不會往上找 它會直接往下找 會找到1000 1000萬這個 1000萬然後把這個 35000 帶過來 按確定 OK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當然你就往下填滿就可以 因為這邊 如果你定義為名稱的話 就不用去管要什麼 按F4要鎖定的問題 OK第一個 我們分配股數做完了 那現金鼓勵的話 公式裡面 大家看一下 現金鼓勵什麼 現金鼓勵是 原有的股數 再加上分配股數 除以 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 分配 那所以這些其實就是 兩個箱 加 除 加一定要先把它刮 再除 這個 那我知道了這個公式之後的話 其實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個 你就是 先按F3 你的什麼呢 原有的股數 所以找到原有股數 加 分配股數 這個地方其實你還是可以按F3 加上什麼呢 分配到的股數 那它分配公司分發給你的 那記得把它先刮 因為先加完之後 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總發行股數 所以除以 總發行一樣按F3 總發行股數 所以你往下找 再乘上什麼呢 分配的盈餘 F3 分配盈餘 好 因為呢 你就照公式給的 按F3之後 最後按打勾啦 其實你這個地方好處是 你根本 不用去管說到底 它裡面 其實就很直覺的 所以 定義名稱的好處 就是說 你定完名稱 你要去查詢資料 其實就會 比較 看得懂 而且將來你回頭看 你就知道 原來是這個一回事 那稅率的話 其實也 道理差不多 所以稅率的話 這裡面 它是什麼 因為 它的欄位 名稱是在左邊 所以我這邊 有出現 HLOOKUP 原有的股數 與分配股數的總和 去稅率表裡面查查看 它應該繳多少稅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原有的股數 那其實 這邊特別注意 我的習慣是會先 把這個先複製一下 因為這邊就有了 Ctrl C 然後再到稅率 就是查一下 它要繳多少稅 那查 那個 查詢 因為藍位名稱 稅率表的藍位名稱在左邊 所以我們用HLOOKUP 不能用VLOOKUP 所以HLOOKUP 那這個地方的話 LOOKUP有什麼 就是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原來有的股數 加上分配到的股數 它總共有這麼多 然後要繳多少稅呢 F3 在那個 所謂的稅率表裡面 那 特別注意是RO 第幾列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點一下稅率表 它會切過來 主要也是找第1列 第2列是裝飾的 它會帶過來 的是第3 所以這邊記得 找第3列 那比對的方式 記得還是 1喔 不能用0 因為0的話呢 它會完全比對 一定會找不到 所以0.15 按確定 15% 那底下的話 全部 對 全部都15% 剛剛這個1萬有個單位 所以這個 記得把它講 刮鬍之後 再除以1萬 否則的話會有錯誤 OK 然後把它除以1萬 按確定 對 才對 向下填滿 那其他 我想這個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其實這個做法也是一樣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反正就現金鼓勵 乘上 1 減掉稅率 都是F3 乘刮鬍起來 最後的話呢 你在利用什麼 扣稅會繼續算排名 排名部分 剛剛我們有做過用Rank 不過這裡請注意 因為2010以後的版本 就沒有單獨Rank 它叫Rank EQ 點EQ 那一個 把它算入排名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這一題 主要 是 讓各位了解 如果將來 你定義好名稱之後 無論 是在 任何公式 或者任何的其他 像 前面有用過 像資料驗證 其實都可以配合F3 去抓到 你定義好的名稱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用名稱 來代替 某個範圍 我覺得這個方法的話 它的好處 至少就是 你那個範圍 本來是 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一個範圍名稱 那因為 給了一個名稱之後 你也比較去做 比較容易做查詢的動作 那就比較接近 現在我們在使用資料庫的概念 因為資料庫實際上也會先給一個資料庫 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名稱 那在資料庫裡面會有很多的 這個資料表 當然我們如果要抓取某個資料表的資料 通常還是會 叫得出它的名字 再去裡面去抓它的哪一欄 哪一列的資料 把它放在對的位置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模式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烘鍊東西 試著把它做出來 好嗎